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过去大半 世界人口已经超过75亿 我们的探测器已经飞到太阳系的边疆 我们的弱人工智能已经达到围棋九段 我们的探针已经可以用原子摆出定格动画 我们的生物工程已经可以制造基因数量小于500的人工细胞 在感叹现代文明的分工伪计之余 你又没有困惑过这一切源于什么 是什么契机改变了我们这个物种的命运 让我们抛弃了亿万年来的漂泊生涯 定居下来陆立同心 不畏艰难地创造了这样一个文明 这些契机意外地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 作为一个物种 我们被称为智人 大约诞生于20万年前的东非大列古一带 当时的人数有多个智力发达的物种 我们不像今天这样孤独 欧亚大陆西端盘踞着尼安德特人 更古老的直立人早已抵达东亚和南洋 尤其是尼安德特人 他们的脑容量比智人还大 拥有成熟的旧石器工艺 打造的武器相当精湛 能熟练的生活做饭 会制作衣服和首饰 甚至有自己的绘画艺术 丝毫不比当时的智人逊色 在尼安德特人的压制下 一望无际的撒哈拉阿拉伯沙漠 将智人困在非洲十几万年 第一个伟大的契机出现在大约六万年前 智人在这个时代获得高度抽象的思维能力 迅速拥有了行为现代性 我们开始制造精巧的工具 欣赏优美的工艺 并且以复杂的语言和宗教 缔造了庞大的社群 接着在五万年前 莫刺冰期程度加深 萨哈拉地区从亚热带变成温带 迎来了万年以上的持续湿润 沙漠变成绿地 智人趁机冲出非洲 击败了所有兄弟物种 趁着一段温暖湿润的兼冰期 人类凭着狩猎采集的生活 席卷了整个世界 达到了很高的人口数量 但是智慧并不意味着文明 否则就无法解释 今日的地球上还有如此多 停留在石器时代的原住民文化了 莫刺冰期在史前一万年左右的新鲜女木事件中结束 这是一次爆发式的全球冰期 温带变得寒冷 亚热带变得干旱 人类走出非洲以后 赖以为生的狩猎采集 再也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 我们开始聚集在一些温暖的河谷地带 驯化动物 培养植物 在星月卧地 这样的事情尤其顺利 那里的夏季炎热而干燥 植物既不能休眠也不能生长 于是倾向于结出富汗营养的种子 野生二粒小麦 单粒小麦 大麦 鹰嘴豆 豌豆 小扁豆 苦野豌豆 都在定期泛滥的冲击平原上驯化成功 同时 近东附近的沼泽 林地和山区盛产野猪 园牛 欧洲盘阳 野山羊 也在一两千年内陆续成为家畜 就是这样 人类在温带的大型河谷地区 构造了第一批定居的社会 随着全新式气候变得温暖湿润 接下来的事情就变得水到渠成 农艺和畜牧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定居 当人们为了记录日益繁复的社会事物而发明了文字 我们就说文明诞生了 这最晚发生在公元前三千五百年 我是刘大可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 请在微博 微信 bilibili 知乎 搜索混乱博物馆 关注我们 欢迎留言 我会尽可能回复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